关于神话部分我们再讲几节 这个一气话三清 这节课我录了两遍 手机全都给我卡机了 就不让我讲 因为可能讲的不对 你想揣摩三清那些创始的人 包括现在就是这些东西 有的地方他就会发现这种奇怪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留意 这些身边的这叫天锤像 所以说你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哪讲的不对 我是想说这个三清的 他各自管辖什么 就是至今包括道教 他都不敢说妄论这些东西 我们斗胆这样说 因为那是最大的创始的这些神灵 你要说他具体的事 他可能有的就不让你 包括这种经历 我要花几次了 我们有机会麻烦聊 这个三清他管什么 总之他是最大的 他就是所有的都管 就所有的都不管 我们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吧 就是万物有灵 你说太阳太阳光 他管什么 你说他管 那就是东升西落 而他这个要做的事呢 就是放光芒 如此而已 而他普射的任何地方呢 就是万物平的 不管你这个高低 起伏或者怎么样 他就始终是这个规律 这就是大体上的 当然他也会受其他的星球影响 但是偶尔的那一下 有几个太阳黑子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说是 这么紧紧计就 三清 玉清 上清 太清 他们分别拿了什么 太清 蔡上老君 他就 他就一把这个扇 保扇 他就管这个万物的演化 我们去形象化 把这些东西 盘古就拿个 拿个那个 这个球 是吧 创世从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盘古 上清太清 他们那个三个好像 他的年纪不一样 你把那一百 你好像是一个青年 一个中年 一个晚年 那一切花三清 他就是一个人 至少他曾经就是 你看佛也讲三十佛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去领会 议会 道理都是通的 那 上清呢 他好像是拿着一个 就是那个砍离土 是吧 包括还有一个什么 他有的好像版本也不一样 就是他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 这么一个一个国度 万物的生活 那眼神下来呢 我们看过风神堡 这个他有禅教 结教 还有好像还有个人教 就是道德天尊 太阳朗君 就管这个人的教化 那古时候 就是我们都说过了 这个人跟神之间 联系非常密切 甚至说神的 这个基因改造 等等 曾经人神公治 人 这个 也是他们的孩子 对吧 也是他们基因的禅物 这个禅教呢 就是管这种 正道 正体的 这种 天神 什么什么 星球日月 的运行规律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尝试 有现在的 这些 方法 而上清呢 他就是牛鬼车神 这些东西 一些巧妙的 一些这个 这个 技巧 捷径 这些东西 趋吉避凶 但是你光用这个 就不行 就邪了嘛 为什么通天教主 最后都打他的 我 我 都 我 我